7号中午台电亮出首颗限电红灯 供电警戒四起科技大厂神经紧绷 投资的首选是台湾 电啦水啦土地啦等等等等 现在传出台积电原本规划在高雄 新建三奈米晶圆厂 因为电力吃紧台积电恐怕被迫出走 2017年就可能是会要限电了 停电一小时对台积电的这个影响不可估计 其实早在2015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某这神预测 国内能源转型2017年夏季供电可能吃紧 台积电也准备好应变机制 台电可以事前通知我们在什么时候 它会需要降压 我们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发电机 来做补足的这一块部分 但是这个的确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短期的解决方案 身为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016年总用电量高达88.51度 虽然有节能系统和太阳板等设置 一年能省下9100万度电 但南部长期供电不足 长期的不 这个台电的这个不足 可是假如是短期的话是 我们是可以应付的 能源吃紧企业盘政府给解决知道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 台积电成立30周年 预计10月23号举行盛大庆祝将举办论坛 由加州某和七位贵宾进行专题演讲 原本传出苹果执行长库克也将出席站台 但消息曝光后遭到台积电否认 不过的确我们请了非常多我们重量级的客户 那这个苹果的Tim Cook说他没有办法来参加 市场也先送上台积电赫里 七号股价收涨3块钱来到216块 只差1元就完成天息 东森 财经新闻 陈老平 刘子腾 台北报道